迎接2018台中市借花博 台中市政府举办了新市镇园区 花雨绿净土活动为花博暖身 邀请民众提案将市府广场 设计为连接花与人的地方 这场比赛吸引了256座前来参加 市府也从中评选出三件作品进入决选 市长林嘉隆表示 花博不仅是世界级的展览 更是台中城市改造运动 期盼由市府与民众努力 为城市留下最美好的事物 参赛者面对众人侃侃而谈 自己的创作想法与理念 迎接2018台中市借花博 市府举办新市镇园区花雨绿净土 以新市镇中心大楼以及广场为主 透过公开净土进行花雨绿的景观设计 进行新市镇大楼的改造运动 那我主要是以植物的生命为主题 然后用一个植物生命的周期 那我希望让人在这边可以慢下来 去感受人植物生命的过程 它从种子然后到发芽 然后到最后的回归大地 如果这样的一个净土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作品 就把这一个新市镇中心 可以打造一个很亲民 那很亲切的一个地方 市府表示这场活动 多达256组前来参赛 日前评选出三件作品参加决选 有人以花环花镜以及花子三大核心观念 建构新市镇中心为具有隐喻的城市广场 也有参赛者以花洒为主题 希望打造宽阔的草坪 同时种下许多花朵跟民众互动 将这里建构成台中后花园 我们透过花镜的一个反射的概念 它一方面是延伸市镇中心的一个建筑地面 那另一方面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反射 让自己可以在市镇中心里面去感受到自己在城市里面 然后看到自己在城市里面的模样 花洒置入到单元的产生这件事情 那花洒它会形成一个滑瓣 那中间将会有配合洒水装置 然后去灌溉周边的环境 然后形成的那个花瓣 将可以让人民去跟周边的植栽去做一个互动 取出最好的作品以后 我们会跟相关的建筑师做相关的沟通 那把它落实在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周边 当作是花博的整个园区改造 跟城市改造活动的第一步 绝选结果出炉 最后是由Green On团队设计的环镜子 拿下第一名 市府也会便利经费 将团队想法实践在市府广场跟建筑 一来为花博宣传 届时也能让市民看到不一样的市政大楼 解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